烏克蘭總理星期日說 戰略港口城市馬里乌波爾 仍然在烏克蘭控制之下 總理丹尼斯 什米哈爾對美國廣播公司的本週節目說 這座城市仍然沒有淪陷 幾個小時前 俄羅斯為被圍困的馬里乌波爾的烏克蘭戰士 交出武器的最後期限已經是到期 什米哈爾說 他們在那裡還有軍隊 他們的士兵 所以他們將戰鬥到底 當被問到有關俄羅斯總統普京 為莫斯科正在贏得這場戰爭的報道時 什米哈爾說 雖然有幾個城市被圍困 但只有南部的赫爾松被俄羅斯控制 什米哈爾說 900多個城鎮和村莊 從俄羅斯的佔領當中解放出來 他說 烏克蘭、埔爾在東部的頓巴斯地區投降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4月6日說 如果被包圍的馬里乌波爾的烏克蘭軍隊被打死 與莫斯科的和平談判 將被取消 普京總統已經表示 談判走入了死胡同 習連斯基在CNN星期五錄製 並在星期日播出的採訪當中說 烏克蘭準備為頓巴斯地區而戰 他說這場戰鬥將會至關重要 如果俄羅斯佔領頓巴斯 他可能會再次試圖佔領基乎 當被問到是否擔心俄羅斯可能掃出核力量時 習連斯基說 他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應該感到擔憂 所以我們會不會再次試圖佔頓居